大家好 我是路國賓醫師 我們今天繼續來談一談有關睡眠障礙的部分 中醫怎麼樣來治療 中醫的概念我們如果說照本宣科的講一些 中醫的辯證論治的一些邏輯的話 我想大家可能聽起來會很枯燥 我想我們用一個特別的方式 我們用一個太極圖 用一個太極圖把人體的一個機制把它講清楚 那我們現在開始講這個陰陽太極圖 在人體的應用 那這裡就是說我們升級的能量 甚至在下面 那整個能量往上運行的時候 這邊是乾 乾組數先讓能量能夠通上運行 然後再來上來的話再來就是心 然後到這裡的話就是肺組數這樣整個降下來 能量的運行就像一個太極一樣這樣循環 在我們人體的運作也是這樣 但是也很重要的 中間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講的脾位 就是腸位 你的腸位如果沒有堵住的話 你的能量的運行才會順暢 所以呢就是我們常講胃不合著握不安 就是說你脾胃不好 胃腸容易脹氣 甚至你睡覺的時候會胃酸泥流 躺下的時候胃酸泥流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你就會睡不著 所以這個時候就表示說這個胃腸其實會跟你的睡眠是有關的 那再談到這個睡眠障礙呢 其實在五臟六腑的影響裡面 最重要就是心 然後再來就是肝 另外就是肝膽腸胃 所以腸胃剛剛講的也會有影響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西醫沒有講的 中醫講的腎 那肺的影響就比較少 那我們按照這個順序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心是最主要呢 我們講心主神明 你睡不好的人 他總是心神煩躁啊 然後倒是亢奮 然後睡不著 所以呢 最主要源頭就是心的部分要怎麼解決 那從那個心理上的因素來講的話 五代的在講睡眠 他講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觀念 就是先睡心再睡眼 意思就是說你的心神必須沉定下來 失去不要煩躁焦慮 想太多擔心害怕 那你的心能夠沉定下來的時候 你的能量就可以從上面一直沉下來 能量沉下來的時候呢 你的那個心神沉定下來就安定了 身體就會放鬆了就好睡 那這是指精神的部分 但是客觀上肉體上五臟六腹的影響 他的能量的一些陰陽不協調 也會導致你的心的這個能量出問題 我們第一個直接講這個心呢 像剛剛講的 就是心火太旺 那心火太旺 其實大部分都是剛剛講的精神情治的部分 所導致的 比如說有人可能因為他 比如說我有患者 因為他擔心他小孩就是上班都比較晚回來 他小孩都要12點才會下班 晚上12點下班才會回來 他就在家裡等他小孩回來 回到家他才安心才能夠睡覺 那結果呢他長年累月就是擔心他小孩的 上班回來的一些不安全性的一個焦慮 所以從此之後他的睡眠就開始產生問題了 這就是心沒有沉定下來 所以他女兒也就是蠻貼心的說 那就找個比較不用做夜班的工作 小夜班工作可以提早回家 後來他媽媽就是心理的壓力也解除了 所以他媽媽就可以安定下來 也就比較難入睡 所以呢這個心神的影響其實確實很大 如果說你一直有煩躁焦慮一些事情的話 就像這個太極圖的心火一直亢奮在下面 也沒辦法降下來 這時候就很麻煩了 你就翻來覆去整個晚上睡不著 那我們剛剛談到就是有關心神的部分的影響 那影響我們心神的部分 有時候我們肉體也會影響到我們心神的狀態 那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脾胃的部分 你脾胃如果說消化不良 如果胃潰瘍、胃酸逆流的人 他常常就是睡覺的時候也是不安穩 或者是你現在大病出獄 就有人說很奇怪 他就說我怎麼越虛弱、越累、越睡不著 這種人還挺多的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的身體的能量 假設你這個時候就是脾胃 脾胃的能量不足了 耗你的能量、你的氣 這時候你能量無法供應到你的全身的時候 你身體就會呈現一個虛性的一個亢奮 你反而會睡不著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中醫的邏輯就是 要補你的脾胃 開一些藥 譬如說中醫講的龜皮湯 在治療上效果就很好 或者是有人會覺得心慌慌的 心臟的能量不足 心氣虛 看到什麼事情都會 膽膽確確的這樣子 好像會容易受到驚嚇 這時候他睡覺也不安穩 有時候會驚嚇 這時候你就要補他心臟的能量 然後這個皮的能量也要給他補一下 後天的皮也要給他補一下 那這樣他就可以安穩 你的那個 譬如說你脾胃的消化不良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中醫講的龜 氏 中醫講的龜 其實就是代謝不好的一些產物 包括了什麼呢 譬如說你的血脂肪膽固醇過高 這個也是屬於的 那這些代不好代謝不良 代謝不良的東西呢 其實會讓你的身體的循環產生障礙 好 那就能量就淤積 然後就會化熱 化熱就會產生一些煩躁 那肝膽肝膽肠胃它是整個都是管消化的 所以呢 你另外的話 你的如果情治常常生氣鬱悶 肝鬱的話 這個能量的氣就不能舒暢的 把它舒展開來 這時候你就會卡住了 好 就會 煩惱焦慮 口乾 舌燥口苦 甚至胃腸脾悶成脹 那你的胃腸脾悶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你就會消化不良 這個能量它就卡在中間 沒辦法這樣整個運行 中醫呢就是要把乾氣要把它輸卸 譬如說家衛逍遙散之類的 把它輸倒你的乾氣 那順便讓你的腸胃運作起來 這樣子的能量它整個就會帶開就上了 好 那最後呢 我們再談一下就是有關腎 像有的睡不好呢 長期睡不好呢 它就是 就是音就不足了 聖音就不足 那聖音不足的話 你的音不足之後虛火就會飄上來 就會亢奮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補聖音 把聖 把那個新火把它降下來 那中醫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叫 焦鈦碗 它就是黃年跟肉桂 黃年可以把這個新火 亢奮的把它消掉 然後新火還有一些飄在上面 怎麼辦 我們把它沉下來 這時候就加一點點肉桂 肉桂它可以把它補 就單田的這個火把它整個收下來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亢奮的 煩躁的很厲害呢 這時候我們會用重症的藥材 譬如說龍骨牡蠣 珍珠牡 甚至琥珀之類的東西把它沉淀下來 那這個是整體來講 是中醫所講的一個陰陽太子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再來談一談 就是中醫的針灸按摩怎麼治療 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效果比較好的方式 我想這個方法推薦給大家 那就是在我們頭的後面 就是我們頭的後面呢 比如說我們這樣子 我們頭的後面這裡 這邊有個叫風磁穴 風磁穴往外一點點有叫安眠穴 再往外這個叫頑骨穴 那其實呢我後來發現就是 我們在針灸的時候呢 如果說從這個頑骨穴 安眠穴 風磁穴 甚至再靠近中間一點點這邊 膀胱心這邊有個叫天柱穴 在這邊整個把它扎一排之後呢 對於一些睡眠障礙的人 我覺得效果非常利極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扎會特別有效 我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你長期睡眠不好的人 他的脖子都特別的僵硬 你幾乎硬壓就知道 喔好硬喔 像高血壓的人他睡不好 對不對 因為他血壓就氣往上衝 所以他脖子也會僵硬 那你睡眠不好越煩躁焦慮 整個精神就亢奮緊繃 他脖子肩膀這樣一個特別特別的多 所以常常很多人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 欸我今天給人家推拿按摩 脖子放鬆了 欸我這一晚好好睡喔這樣子 我好幾天沒睡著 竟然這樣按摩完竟然好睡 所以大家平常呢真的不好睡 或是的時候呢 你可以在睡覺前按摩 你的脖子後面 那這個呢就是很簡單就是 我們這個地方好 風磁穴這樣多揉一揉 用力的揉 再往外一點呢這邊也按摩 這個安眠穴呢就是在風磁穴 跟那個亡骨穴的中間左右 那你搞不清楚的話 你也不用擔心 這整個都把它揉鬆就對了 就把它揉鬆 然後這個頭就會輕鬆 然後你可以再梳頭 用手往前往後 讓你的頭清爽 能量舒暢 其實說白一點就是 睡眠不好就是能量 陰陽不相交啦 當然最主要的問題是 它抗憤在頭 所以我們怎麼樣把這個 頭部的能量把它引下來 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心火抗憤怎麼引下來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我講是最簡單 但是你長期睡不好的人 他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 他會反照焦慮 甚至有憂鬱症 那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過 長期睡眠不足 睡眠不好的人 他會產生情緒焦慮方面的問題 甚至會腦炎失智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它影響到我們的前額頁 這是我們額頭對不對 比較靠近前面這個地方 我用四個拇指 這樣蓋大概從髮器這裡 這個區塊呢 它其實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在針灸的時候 甚至在這裡針 譬如說這個百慧穴會針 會讓它整個能量上來到頭 重點是在性慧這裡 這個穴道 然後這裡旁邊有個叫木窗 那這個木窗呢 一沾下去眼睛會變亮 就像它這個名聲一樣 但是它很特別 它對情致疾病的緩解 讓你安定的話很有效 所以我臨床上呢 我百慧會針以外 性慧木窗 這三症一針下去 有些人就覺得當場 就覺得 怎麼精神比較放鬆 腦袋比較空了一點 清零了一點 那如果說沒辦法針灸呢 你就多疏頭 就可以把這個腦袋清涼清爽 讓你的繩子打開 我想這個是很直接簡單的方法 那最後我們再介紹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就是綁腳睡覺 那大家覺得很奇怪 綁腳怎麼睡覺呢 其實綁腳有一個特別的一個現象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綁腳是綁在哪個地方呢 就是綁在腳踝椅上 膝蓋下面 膝蓋上面 總共三條 那你在你的腳如果綁了三條的袋子呢 你的手 你的腳就會變得比較溫暖 腳的溫度就會變高 這時候呢 你的抗憤在頭的陽氣就會往下帶 當你的腳溫暖的時候呢 你的內臟的溫度就會下降 內臟溫度下降的話 你的頭腦就會比較清晰 也就是比較不會虛裹在上面 也會幫助睡眠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如何用那個綁帶睡覺 那綁帶呢 你可以拿就是三條一個布的綁帶 那這個寬度呢 至少要五公分 不要太細 那你如果沒有比較好的像我這種綁帶的話 你可以用一些毛巾啊 紗巾啊什麼的都可以把這個腳綁起來 那我們現在開始示範 第一個呢 就是綁在你的腳踝以上 那這個呢 如果說綁太緊的話 其實腳踝這邊 因為有兩個那個內踝的骨頭會卡住 所以呢 鬆緊度我們自己可以做調整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的膝蓋的下面這裡 那再來的話就是膝蓋上面 好呢 我們綁起來呢 這個鬆緊度有個關鍵的方法就是說 基本上你如果綁很緊的話 有時候這個會腳會伸直的時候會很不舒服 所以這個鬆緊度呢 你可以再稍微鬆一點點 但是不要太鬆 那尤其是你的腳踝 這裡的話 這兩個骨頭會卡住 有時候碰太緊的話它會痛 那這樣就躺著睡覺 腳伸直這樣睡覺 那你在睡覺的時候呢 你如果要測睡的話 可以直接這樣測睡 這放整頭的話就直接測睡 那這樣睡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你在這樣睡的時候 腳是這樣平行的這樣靠在一起 當你如果說你的睡姿不良 整個這個腳往前這樣跨過來 你的腰會長得扭轉的一個現象 但是呢 你現在這樣靠在一起 腳是平行的 就這個腳骨 跟你的腰它不會產生扭轉 它是一致的 所以這樣睡的也有好處是 比較不會容易起來的時候腰痛 所以你睡覺的時候可以彎曲著睡 你可以躺直著睡 很多人在睡覺的時候其實會有個現象 綁腳睡覺的時候手腳就溫暖 精神會特別好 當然一開始可能你在綁腳睡覺的時候可能會不習慣 半夜有可能會醒來個幾次 甚至有時候會稍微有點痛醒 因為姿勢不習慣 或是綁太緊了 這時候你就稍微給它解開一點點 那因為夏天的時候天氣很熱 這樣一綁腳的溫度會提高 有時候會熱到一點睡不著 冬天肯定很好睡 那這個方法很特別 但也很好用 提供給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有關睡眠障礙的部分 到此全部四級 播放結束 那謝謝大家的觀看 好 再會